花园县第16届读经会考21号在仙丽体育馆热闹举行 本届共有48个团体报名 约600名左右热爱读经的考生们来参加 因应报考人数的增加 这次会考地点改在花园县体育馆 也让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老师 更有棍框场的简陆以及休息的空间 期待许中也前往现场向读经会的师生们来洗面 今天要再次感谢读经协会 在这16年当中不断地为地方的文化力来掌根 让我们的孩子从站在古圣仙人的肩膀上 师野上、智慧上来学习、成长 而讨演、心性以及内化他的智慧 我想花园不只是好山好水 更是中山灵秀、地灵人节的地方 昨天在这个场地 也在办理全国的 全国的 我们的蓝亭大会讨 蓝亭是我们的这个王熙智写的蓝亭序 而在我们连续三年的硬笔书法之后 在今年我们推动了全国的硬笔书法以及书法的比赛 文圣植则始 植圣文则也 花园现在这几年我们不但是在读经教育 在智慧教育 在整个中华学术的涵养 培养我们的品格心性的重视以外 我们更重视 礼乐社育书术 我们更重视 文武双全的孩子 读经教育的推动 让品格教育从根基做起 县福也与花园县读经学会合作 办理读经行动列车的计划 分为读经乐陶陶 以及轻松教育经读两个部分 并且带领学童们进行读经教学 提供学校教资源 推动读经教育的策略参考 与圣贤为友 累积花园学子们资能的资本 记得继续华首位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